你好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这就是频道Celebrity News Today 247 这是今天的新闻 5月14日 由肖战 黄景瑜主演的电视剧《王牌部》对发 传承版海报 引发网友热议海报中 李佑斌 何正 傅成鹏 徐红浩 黄景瑜 肖战 钟楚西七位演员身 军装 牧师前方 正气凛然 眼神坚毅 这是王牌部 官方第一次官宣主演阵容此前 王牌部队一职 很神秘 从开拍之前到剧组杀青 官方从未透露 演兜有谁之后 剧方虽然发布了概念海报语遇 片 但是预告片中也没有显示出主要演员的脸 博更没有公开提及演员名字 也就是说 王牌部 虽然大家伙都知道是谁演的 但是始终没有官 就在昨日 王牌部队官博悄悄认领多个话题 但不限于黄景瑜肖战王牌部队肖战黄景瑜王 部队海报李云龙赵刚王牌部队大家纷纷猜测 来剧方要有大动作果然 今天中午王牌部队官 官宣 发布角色海报 然而 本次官宣 最引人瞩目 是关于电视剧王牌部队中肖战 黄景瑜两人之 翻位的讨论在刚刚公布的海报中 可以看到 在 任正荣这一栏中 演员的名字顺序是黄景瑜 肖 中楚希从这个顺序来看 黄景瑜就是这部剧的 翻男主 而肖战则是二番对此 肖战的粉丝表示 满毕竟肖战的流量是有目共睹的 有人发现 五月十一 的德塔文代播剧中 景气指数最高的是王牌部 其中 肖战的热度贡献占比为66% 是另一主角黄景的两倍以上 也有粉丝透露 在王牌部队第一季度 商的时候 肖战还是该剧的一番男主从截图中 一看到 这部剧的演员阵容中写的是肖战 黄景 中楚希从这个名字顺序来看 显然肖战才是一 并且在放出的照片中 肖战的照片位于左上角 黄景瑜则是右下角 谁是一番也就不言而喻了 外 从网友曝光的去年王牌部队剧组的招聘广 中也能发现肖战之前为一番的信息除了男一 女一号 这部剧参演的演员都是拍摄过特种兵 列的这句话完全暴露了番位问题 以致黄景瑜 演过特种兵这类角色的 那么没有演过军人角 的肖战当时在这部剧中的番位就是一番了对 粉丝们纷纷质疑 为什么肖战的番位有所变化 王牌部队官博评论区里肖战粉丝轻一色的流 中 也可以感受到粉丝的不满 也有人表示肖战 黄景瑜番位还是很微妙的 毕竟 截止目前 王牌 对官方并没有直接表示肖战 黄景瑜二人谁是 番对于海报中黄景瑜 肖战 钟楚西三人的名字 去 也可以从字母顺序角度理解这样一来 王牌 对剧方浓浓的求生欲简直一出屏幕 然而番位 是最重要的 观众更看重的是演员如何呈现好 故事 如何演绎好的角色作为建党百年献礼剧 王牌部队这部原创现实题材军旅大剧 以主人 草根后代高粮和军甘子弟故意也1983年热血参军 浓墨重彩的军旅生活为线索 讲述了二人四十 壮阔的军旅史诗 记录了当代军人成长的传奇 钟 肖战饰演潇洒自由的顾易也 黄景瑜饰演的 是冷静的高粮 从官方刚刚发布的预告看 肖战 演的顾易也这一角色 与以往的角色反差很大 前 肖战在观众的印象里 他饰演的大多数都是 装角色 无论是陈情令中桀骜不逊的魏无限 环 在向山影视城拍摄的斗罗大陆中性格坚韧的 三 亦或是狼殿下忠视有情有义的赏金猎人集 等此次 肖战首次次接触军旅题材 军装加身的 一身正气 铁骨铮铮 尽显军人本色原声台词更是炸裂 宁可前进一步死 绝不后退半步生 我是为了国家的人民而当的兵 这才是我的荣誉 据悉 王牌部队预排第三季度CCTV8黄金档 对此 粉丝们纷纷表示 感谢顾一野的到来 期待早日见到你 不得不说 肖战最近的热度着实不低 最近 肖战主演的话剧如梦之梦进行全国巡演 武汉站开首映的每秒13万人在线同时抢票 今日青岛站开票 直接导致网站崩溃 粉丝直呼抢不到票 其火爆程度可见一斑 看来 肖战的顶流位置不容撼动那么问题来了 于肖战即将上线的三部剧余声请多指教王牌 对玉谷窑 大家最期待哪一部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